哈囉大家好 我是迷你版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聊一聊職場經 上一集我們已經有聊過職場小人要如何預防 很多人就私下訊息我 告訴我們職場最大的小人就是老闆 所以我們整理出十大爛老闆 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想要來問問小編 有沒有遇過什麼爛老闆 我們怎麼敢講呢 他是一個男生的老闆 會一直傳很私人的東西給我 肚子的時候我覺得還好 可是到我離職 他還會一直傳地標給我說 我現在在這裡 這絕對是職場性騷擾 我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我已經離職兩年了 我還是會收到 已婚還未婚 未婚 有沒有對象 沒有 帥嗎 沒有沒有講 Sorry 老闆 他如果是已婚或者有對象 你當然就要隨便找個藉口 比如說我有對象了 先暗示他不要再做這樣子的事情 如果他沒有對象 對你有一些好感 這樣子的老闆應該要怎麼預防呢 你可能也是要好好的跟他講一下說 我覺得我比較專心在工作上面的事情 私人的事情沒關係 可以不用跟我說 這種老闆真的是太常見了 有一種最可怕的是 每次都要到了下班 才要突然說 某某某 可以進來開會一下嗎 哦 可是我等一下還有事 沒關係 我只用五分鐘就好了 你可能就會想說 五分鐘 那我就站著跟你討論 讓你比較有壓力 然後你就在那邊站了五十分鐘 遇到這種老闆應該怎麼辦呢 自己要很有原則 你千萬不要讓老闆覺得說 你是可以下班這樣 已經是習慣性這樣的話 那你應該要很明確的告訴他說 我現在就趕著要去哪裡哪裡 可能沒有辦法討論那麼久 那我們要不要再約一個時間來討論呢 前提是這個時間已經到了 你不要說六點下班 你五點五時說 我急著要趕去哪裡 一副就是你現在已經準備要準備走了 那請問這個還有十分鐘是 應該是要講說 你的工作清單有沒有這一項 有一些他的職位 雖然是公司的職位 但是你就是要專門幫他 處理他隨身的事務 那這個就是你工作範圍內的事情 你就不能夠去抱怨 但是如果說你的工作內容沒有這些 而且一點都不順 比如說呢 可不可以來的時候 幫我買個什麼東西 你可能還要搭車搭半個小時 這你就要適當的拒絕 讓他知道說 一點都不順 千萬不要讓他覺得天涯海角 對你來講都很順 並不是 特助和秘書並不代表說 一定要處理老闆的私事 而是看你們當初進到這個職位的時候 是怎麼談的 有些特助呢 他甚至只管某些事業體 並不是說 秘書或特助就一定要包山包海 要搞清楚 你的價值在哪裡 前提是要先想 這個任務有沒有很明確 讓你知道說 他的目標是要做什麼 他的項目是要做什麼 如果老闆不告訴你 要嘛就太忙 要嘛就是沒有想法 可以主動說 一方已經通通都做完了 結果方向不對嘛 那如果說 這個任務呢 他本身 他的目標就已經很明顯了 你還要一直去煩老闆 他就自己做就好啦 如果遇到那種招令戲改的老闆 我可能就是會先去 去喘摩老闆的想法 當然最好的辦法就是 你已經做出超越他所想像的 或者說 你覺得 欸 兩種都很不錯 不是太困難的情形下 你就一次做出兩種 然後給他選 還有一種情形 你可以做多種版本 但是就在 dayline之前給他 沒辦法 沒有時間再改了 甩鍋 老闆真的是超級常見的 有功通通都是 因為我領導有方 這個團隊才能夠有這麼好的績效 當有錯的時候 通通都是下屬的錯 明理的上層一定會知道說 就是你管理無方啊 只包不住國 這樣子的老闆他早晚會出事 你也可以適時的讓其他人知道說 真正在做的人 幕後的人是誰 但是我們不要急著去邀功 因為有一天 會有賞識你的人出現 要看當時的狀況 包含營運各方面的績效 還有大環境的改變 如果說 整個業績通通都下降的情形下 當老闆講出這句話 真的就是要有一些同理心 共體時間 但是 你明明就知道說 公司去年的Performance超高的 賺了超多錢 超越之前 2-30% 公司還在跟你講 共體時間 你真的也可以請他自己共體時間 窮跟小氣 絕對是一線之隔 人的心 本來就是有偏頗的 太過公平的老闆 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如果很資深的員工 或者他貢獻度很大的員工 跟一個貢獻度很低的員工 他們通通都是一樣的獎金 大家覺得這是公平嗎 每冤則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現在對於這個人的容忍度 可能是說 你做這樣子就好了 可是另外一個人做一樣的事情 他卻覺得說 你為什麼做這樣子的事情 這就很不OK了 樂觀跟幻想真的是一線之隔 大家同在一艘船上面 老闆其實就是那個掌舵的人 要領到哪一個方向 要帶大家捕怎樣的魚 這是很重要的 有些老闆呢 他明明就是架著一艘氣艇 卻要去捕怨羊的魚 這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當你們在一家公司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 這家公司他的願景 以及他的策略 有沒有真的是朝這方面在走 老闆也會有眼高手低的時候 所以呢 會有那種被架空的老闆 他形同虛設 沒有實權 沒有任何的作為 也沒有任何的想法 他也不打算有想法 他只是打算暗暗穩穩的過了他的下半輩子 這時候要怎麼辦 想盡辦法對接對的窗口 因為你會知道 找他報告沒有用 但是這種人你也要小心喔 這種老闆他很愛面子喔 你沒有尊重他 他可能也會生氣氣喔 基本的尊重還是要有 該交給他的工作還是要有 但是該要找決策的時候 你知道你還需要一點時間 等待這個決策 因為不是他能夠決定 所以你一定要提前作業 甚至想盡辦法繞過他 找他一起找真正的老闆決策 如果你遇到的老闆呢 是老闆 但他不是一個領袖 這是你表現的好機會 讓他相信你 你就是他的身邊的那個 諸葛亮 當他的軍師好好的引導他 甚至以後 你就是這家企業的經理人了 還有一種情形是 這個老闆他可能會聽信一些 沒用的建言 這種情形看不到未來的 趕快離開吧 真的不要再拖了 其實可遇不可求 但是你在面試的時候 有幾點徵兆 舉例來說 有些老闆他講話可能很急 在你面前就已經表現出 對於他的員工不是那麼友善 那你可以自己去想想 這樣子的工作場域 這樣子的環境 還有這樣的氛圍 是不是你能夠接受的 那如果這個老闆講話有點優柔寡斷 你可以試探性的問他一些問題 有一些決策性 或者一些大方向性的 他也不能夠回覆你的話 那這個老闆他沒有實權喔 有的時候也可以透過人士 知道說那這邊的工作氛圍是怎樣 大家的相處 這個組別 他們通常是做怎樣的事情 人士有的時候有很多小到消息 從他的回覆 通常可以推敲出一些蛛絲馬跡 如果遇到爛老闆的話 要不要趕快換工作 留下來到底是 鍛鍊還是被虐 跟你的心態有關 如果說你看不到未來 你也不能夠改變這個狀態的話 就是離開吧 如果你的作為 是足夠可以去改變這個公司的狀態 有你的升遷的機會就很大 因為你前面這個人 完全都不是你的扮腳師 他根本就是一個 你可以踩著他上去的人 有些人會很擔心 我一直換工作 會不會人家覺得我是草莓主 如果這個職場真的這個工作不好 你就趕快換 並不會因此而影響後面的面試 但是如果呢 每一份工作通通都是做不到半年 其實你也要反過來檢討自己 是不是自己有問題 而不是這個環境 而不是這個老闆有問題呢 跟大家分享了那麼多爛老闆 以及要如何去應對這些爛老闆 希望這些建議通通都有幫助 祝大家都可以找到一個很棒的工作 掰掰